東橋Vlog 我們今天要吃拉麵擺明店 攔柱 在這邊 吃飽了這超滿足的啦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要去高原寺 然後順便去那裡的商店街 我們吃完飯 逛逛之後走到這個三面區小小公園裡面 這邊有應該是櫻花的樹 蠻妙的 你看這邊是白色 但是會有一兩個是比較桃紅色的 很酷 可能有街姿喔 跟那個水梨一樣 好緩慢喔 大人出現 我們現在進到什麼商店街 高原寺的商店街 Wayne在跟手錶interrupt 對 因為我都用手錶玩寶可夢 然後Bob因為要拍Vlog都不能玩 可惡耶 大家知道鮑伯鑽高原寺的事情嗎 大家都知道吧 我想 咦 我們咖啡店到了 登登 耶 這家超酷的齁 對啊 還蠻偷沙蕾的 對啊 豆店其實賣咖啡奇事 它重要是賣咖啡豆 所以這麼可以買各種貨的豆 賣咖啡 假喝因為很燙 高原寺的商店街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賣很多二手的玩具 連蛋殼的盒子都賣 這邊有賣很多女生的衣服 要不要買進來 賣給女朋友 讚 我們現在進到高原寺的有頂商店街了 先看一下第一 哇 好頂喔 高原寺的商店街啊 到週末真的非常非常有活力 年輕人也會特別在這邊玩 很逛街喔 還雷層 高原寺的 非常有活力的商店街 喜歡喝自家釀的啤酒的人 可以到我身後這一家Craft Beer 來喝喝看他的啤酒 我聽說還蠻有名的 這家Tensuke啊 不只在當地有名 連外地人也會特別來排隊喔 我們剛剛在商店街的一個便利商店 買了一個這個新的 Iki Nari Steak 的洋芋片 吃吃看吧 味道真的超濃的 超濃厚的 一打開就是一個濃濃的牛排味 嗯 嗯 卡迪娜牛排口味 我完全吃不到牛排的口味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這個 如果 大家期待吃到牛排口味 Iki Nari牛排的口味的話 就是不太推薦喔 還不如去這家店吃好了 真的真的 好 今天的那個就介紹就到這邊啦 我是包博 主持人 下次見 掰掰